大家記不記得上星期我們提過一個做了牙套的病人 做完之後他就發現自己的牙肉很腫很不舒服 終於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和白治療的問題 今個星期我們就看看另一個個案 你看看這些牙齒和牙肉 和之前的個案分別很大 你看到牙肉有一點點很漂亮很乾淨很健康 那些牙套看上去也會覺得好像很討厭 有時候病人就會跟家人或者其他人說 這個醫生他手勢很好幫我做的牙套做得很漂亮 當然醫生的技術、技術員的技術、工場的技術是有影響 但是很多時候千萬不能忽略病人自己本身 他懂得打你的話就差很遠 其實這個案在很早期的時候 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你看到這些牙套整塊白板 遮住牙肉令牙肉本身有發炎 也有不同程度的收縮 這個病人接受了很多不同的治療 例如你會看到他本身原來拆了那些肚子之後 會發現牙縫位原來都很疏鬆 隔離開 還有那些牙肉也曾經接受過一些牙肉的移植手術 把這個位置拉上去加上去 看上去才會比較漂亮些 而最重要的是病人自己本身懂得如何去護養和打理 亦都很聽話並去覆診 所以做了出來之後 這個病人自己都非常滿意 那些牙齒、牙肉都很健康的狀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